除了巫统课题 国盟亚楼国务议员 纳都斯里沙西弹 则是在国会 为争取朝野平等拨款 见凤插针 并调侃首相纳都斯里安华 如果对在野党兑现承诺 必会成为了不起的人物 安华权力反驳对方 不断反讽 国盟没有以身作则 也不甘外界 抨击他残忍或不公平待遇 因为他不曾说过 拒绝发放拨款给在野党 随后他宣布 让党边和部长开始磋商 并且放话 一旦双方谈妥了 他隔天就批准拨款 在野党一直要求不成 公平分配拨款给他们 但是从团结政府上台后 乃至最新的裁案出炉之后 一直都没有正面的进展 今天国盟亚楼国会议员 纳都斯里沙西弹 就拿这件事情 对首相安华明朝暗讽 安华也不甘示弱 反讽国盟 五十步笑百步 对于沙西弹不想政府 延续前朝的不公漏袭 安华教区 强调自己并不想对在野党残忍 也不愿争论不休 他表明 目前终结在于 朝野应该效仿前首相 纳都斯里沙西弹杀比里的做法 上方心平气和的协商 他也不会忽略在野党执政的周数 如果各方达成共识 拨款就水到渠成 对于沙西弹的 室里沙西弹的室里沙西弹 安华结束发言后 行动党部为国会议员拿督尼可汉 随即补上一致 只要在野党部推翻政府 拨款一事有商量的余地 否则免谈 此话一出 在场其他业员玩耳 拔队空间红美玲 林小倩 国会大厦报道 美国会议员